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说 李宗盛要选 我也不敢反对 那么显然 李宗盛是要选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林玉芳建议 李宗盛说李宗盛要选 你就要去改善跟马英九的关系 另外是柯文哲 柯医师 其实他有讲 我觉得他讲得不错 就是李宗盛哪个选你 做代表写典 所有马英九跟郝隆斌 过去的这些机密都不会解密 只有我进去才会揭开 但是柯文哲今天 有够把这些律师世代 骂了一顿 我不知道这些律师世代会怎么看待他 李副总统显然对柯文哲 这个一阶段的民调是不满意的 这到底应该怎么来摆平呢 甚至于李副总统也提到 第三个太阳的问题 林建党 三米没这个 去投胜这个 另外是我看 趋势资讯告诉我们 谢长廷似乎越来越 似乎要选民进党的党主席 哪些讯息呢 一一来跟大家看透透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 第五位是党政记者黄伟翰 伟翰 伟翰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呢 是来自台南市的区域立委 从奥地利回来的音乐家 第几次的任委 第五次 第五次 叶宜经业委员 洪毅大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呢 邀请到的是 自身的两位媒体人 一位是中年华 两位你好 洪毅 各位用情 大家好 好 以及王时琪 时琪你好 主持人 大家好 来 看这个 连赞 出来说 说 欸 我也不敢反对连胜文参选 我要你的老伯呢 请教一下这个伟翰 这怎么解读啊 他心急了 为什么心急了 他看到从他女儿连慧心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 连赞他很少失言 可是在那次连慧心的事件的时候 他严重失言 记者问他说 你这个禁药事件 他的那个减肥的食品 是不是政治力介入 不排除 他讲完那一句 所有跑国民党 这个比较久的记者 连赞怎么不是连赞的 这种大方向不知道 他那个东西他自己加的嘛 又不是说 除非是马英九派了一个间谍 跑去他的工厂偷偷偷加 这才叫做陷害你嘛 你女儿自己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可以看 连赞他乱了 然后乱了之后呢 连胜文女儿出事 连胜文TDR出事 住地堡 蓝军偶高诚说 在算的搬出地堡 他发现他的儿子 不断的在身上插刀 而且民调看到 柯文哲已经赢过他儿子了 那昨天那个是一个 电视台跟他专访 是要问连恒 但是我跟你讲 连战要是不想讲 他儿子的话题 他也不会回答 他急了 他要表态让所有非马赢酒的人 包含吴伯雄 王津平等等 跟他友善的 这些国民党的事情说 大家来帮帮忙 我儿子要选了 那请大家高抬贵手 我的了解 连战在最近这一个礼拜 也透过关系 不是说连战跟马赢酒 直接通电话 去让马赢酒总统知道说 我们要选之后 不会对你口出恶言 请你高抬贵手 所以连战就是 昨天这个专访意义就两个 一个是可以解读 就是他儿子确定会选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儿子的这些负面消息 负面的新闻 是我买地堡给他住的 不是他自己去的 因为他仍然他中枪 希望大家能够降低 对连胜文的负面报道 我记得违汉有讲过 认为他不会搬出地堡 不会 对不对 我看起来他这个话 好像真的也是不会 大家都在吵连胜文住地堡 那是我 就是我连战 跟他妈妈买的 就连方语 因为当时发生枪击案 基于安全考虑 连胜文才住地堡 我们觉得他的人身安全要小心 要不然谁来注意呢 住地堡才会安全 住地堡当然也安全 对啊 那台湾多少人没安全 我们不要讲台湾 因为连胜文不是要算总统嘛 因为算台北市 台北市民有几个人可以住地堡 地堡都做几个人 台北市民都很安全啊 很安全 对啊 那在连胜文为什么要住地堡 你就趁猜买一个国宅来住 很安全啊 地安很好啊 对不对 我觉得连胜文现在面临一个很 很两难的情况 是 他住地堡这件事 在参加的时候 我相信民进党的市长候选 大概也不会去批评他 可是很多市议员候选 会拿这个当一个攻击的材料 你说你这少年 你为什么可以住地堡 你老爸买 你老爸买 你老爸买三台公母 你为什么这么多钱 这个东西又被再拿出来 再被检验一次 那你说他搬出来呢 可能就被人家骂说 你很矫情 你明明就这么有钱 其实我如果 我换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国民党里面 这么高费的 这么高费的 我觉得连家算比较老实的 我有钱我就住地堡了 国民党很多人是很有钱 可是装穷 他也跟人家在那边装穷 明明财产好几亿 他故意住一个 这个几十年的老房子 假装我很穷的样子 假装很清廉的样子 那连家清不清廉 我不知道 因为也没有经过很严格的检验 可是我觉得今天 连胜文你如果要选台北市长 住地堡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自己 你自己就没法解割 就要扣你的老婆出来 替你讲话 我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台北市民 算你做市长 你自己要住地堡 不住地堡 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就要要爸爸出来 帮你解围的时候 对 那以后如果更复杂的市政问题 碰到你手上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其实这凸显连胜文一个人格特质 什么样人格特质 这人没法吃过苦 我记得我在节目讲过 搭公车搭捷运通勤 连胜文大概没有干过这种事 这人没法吃过苦 一个没有吃过苦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 全台湾人民已经吃了六年的苦头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总统 是没有吃过苦的总统 所以他永远不知道 人民多干苦 如果一个台北市长 他也是没法吃过苦 他这样的人格特质 你如果让他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你觉得他的施政的方向 他的政策的优先顺序 会照顾一般的普罗大众 还是会照顾出身背景 跟他比较接近的人 其实我觉得很清楚 我觉得他和朱利润同样 都是还没有经过 这个X光基彻底的检验 一个候选人 因为连胜文虽然说 大家认识他 可是说实在的 他过去做过什么事 然后到底他这个钱 是怎么来的 是全部继承他父亲的 给他的还是怎么样 其实慢慢将来 我相信只要连胜文 确定参选之后 这样的东西都会被摘出来 其实连胜文也算可怜 他已经住了一瓶 大厦豪宅 不然他老板说 一瓶大厦豪宅 老了 不然他怕想要去买人爱路边 空军总部的豪宅 不然说连方语去看 哎呦 那五湯如果危险 那腹地太小 那危险 那人开穿 我们米不掉 大概是这样 后来总要去买地保 那里才安全 所以连杰的意思是说 不要怪连胜文 那我叫他去担 他是可能叫你们五次 叫国富里沙中 国富里沙中 国富里沙中 你们干嘛怪他呢 好 不过怎么样 都是表示连胜文是要选了 但是TVBS在昨天晚上的民调 是柯文哲47% 那么连胜文44% 柯文哲领先 可是事实真的会是这样吗 如果连胜文表态要选 整个情势会怎么发展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进广告 谢谢大家